聽完了鋪與潘若迪的激烈辯論之後 而下一位王瑞玲又會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其實我跟你講 婆婆我剛嫁的時候我嫁第二次嘛 對不對 美人姐應該知道 那我嫁的那個先生其實他自己沒有小孩子 那所以說我帶了小孩子也不算 感覺不算 感覺他也是有那種 希望我能趕快生 所以在結婚 對 在結婚四年 可是我先生當時告訴我說 不用生 我沒有生子的壓力喔 可是漸漸的喔 他的壓力慢慢給我 是我婆婆給我的 因為我婆婆她會這樣 肚子她比較大 老人家嘛 都肚比較大 他常常會摸著他肚子說 喔 我這塊肚子這麼大 那你應該都沒有生子 就當時別人這樣講 那我該怎麼辦 就是他覺得老是我的問題存在而已 你嫁給他的時候是幾歲 我嫁給他的時候是四十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歲 四十二有個肚子是應該的 那你有為了這個去做小孩嗎 有 我有去 沒有做小孩 我真正去有小孩 在這個部分 可是相對的他的工作環境 本來就有很多輻射的壓力 而且他年紀一點點在長大 對啊 那表示說他也沒有辦法像Paul一樣這樣 有這樣子很好的活動力把他動起來 而且我全身健康檢查過 因為我帶一個孩子 我怎麼可能不能生呢 對不對 而且我還確認去做所有的全身健康檢查 有 我沒有懷過三次 也不小心就是真的桌床不太穩定 也流了三次這樣子 對 那其實還是真的滿傷的 可是你要曉得這個壓力 我們有時候可以跟婆婆溝通 說是你兒子的問題 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曾經拿了一個金子罐給他 大家想說其實禮拜六的早上上午 其實把他弄好之後 我十二點鐘要送去台北醫學院 要去幫他做金子的檢查 他怎麼樣不配合 我總共拿了三次 他也不配合 所以到後來我決定就帶著他 跟我婆婆講說 不行 這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每次所有他阿姨來 他的姐妹來 都這樣 我女孩問的孫 好可愛 你什麼時候要生 你什麼時候要生 就這樣看著我 那我會覺得我的壓力就都很大 我說我想生 我一直想生 因為我希望子孫滿堂 又有和諧的那家人 對不對 可是不是我啊 是你們能不能生 你們為什麼不去檢查呢 對啊 我都動起來了 你沒有選條件 有動起來了 腿也好啊 屁股也翹啊 後來檢查完之後就過關了 因為就不是你的問題 不是 我沒有問題 他還是不去檢查 可是時間年齡到 他已經習慣三人生活了 所以我們就獨子獨子吧 就是獨來獨去吧 對 可是我覺得如果不生 還是其他重點 但重點是 一定要以我們獨生子的觀念來講 一定要住家裡附近 那個時候我媽就覺得說 怎麼樣 什麼的距離 最好 她也不要說住一起 她說提碗湯 煮好湯以後 走到你家 那個湯 還可以直接喝 對不對 不要量掉 這最好的距離 這個距離是最好的 因為第一個 保有兩方個人的空間 第二個呢 又有 這所謂的互相照顧 保溫瓶嘛 對不對 好像 還可以放七天 對啊 好幾個小時 十二天都不會了 對啊 走到台灣尾了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不要住在一起 因為很多人現在都不太願意 住在一起 這一定的 有 我們家中間隔了一間 我們住在隔壁可以吧 對不對 每天早晚我都要請安 請安喔 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我先跟妳講 記得每天看到我父母親的時候 你記得要去請安 就是爸媽好 爸媽早之類的 對對對 這很合理啊 對 很合理 可是呢 那個壓力讓我真的會 有一段時間 我發現到我是不是跟妳們起來了 突然沒有月經了 因為我跟我爸媽也會這樣 但是隔一條街 但是很重要一件事說 因為就是因為隔一個房子 我婆婆有鑰匙 所以在我常常不在的時候 好 我也去繁鎖裡面那個門嘛 他就會打開來看一下 家裡可能多了個什麼沙發椅 好 家裡多了個什麼按摩椅 廚房又多了一罐什麼油 然後回來之後 他會坐在客廳說 奇怪 我兒子賺的錢都去哪裡 就我會覺得那個錢是我花到 就是花到他那邊地方去 我後來很震驚跟他講說 那都是我買的 好嗎 對 可是像瑞莉姐這樣我覺得還OK 現在很多女生是連住越近越不好 像我之前有一個空姐的女朋友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說 那反正你的錢就是你的錢 那我自己來買的房子 但是我希望 買在我那個媽媽家裡面 他說 可是我每天這樣空姐這樣上下班很辛苦啊 而且這樣每天一早都要出去 我要 他想要住離機場近的 我說機場近 第一個沒什麼好房子 第二個麻煩 反正早一點我們出門就好 他說 喔 這樣子好 你確定嗎 確定 結果沒想到一個禮拜後 有一天回家的時候 他把所有的東西都搬空了 為什麼 只留下一個飛機的這個模型給我 為什麼 他就說覺得說 他 他的這個 他覺得他自己的生活 這是他的自由 這是他的這個隱私 他不希望說未來另一半把他卡在那裡 他希望有他自己的地方 然後住得離他的這個工作 方便又近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他就覺得說 你如果要搬到所謂的這個大安區 或是在市中心的話 第一個他要早上早起很嚴重 第二個他沒辦法坐車 第三個他們的那個交通車沒有辦法到 我覺得Paul至少你有講清楚說 一定要住在我媽附近 要先講 對不對 要不然的話就會有誤會 來 沒錯 佩儀來來 佩儀 佩儀是有先講的對不對 對 我是因為從小單親家庭 然後媽媽很辛苦的把我復養長大 所以我當時以前我就認為說 所有的條件是一定要 第一個要孝順我媽媽 然後第二個 後來慢慢慢慢到了30歲的時候 我知道我要的是什麼 我可能就是必須要沒有 就是我沒有公公婆婆的那種壓力 我才要跟他談戀愛 不然浪費時間 你覺得如果還要叫說 我這個媳婦一定要跟媽媽住 人家一定不同意對不對 我曾經有談 與其要去客服很麻煩 因為我曾經有談過戀愛 也是一個獨生子 家裡很有錢 他必須要我搬過去跟他爸媽住 對不對 可是給我媽媽一筆錢 叫我媽媽到養老院 或者是給他請用人 那我感覺 我媽媽覺得好像在賣女兒 所以他就說 你自己決定 那當時他三顆拉鑽戒 他就問我說 你願不願意嫁 不要走演藝圈 下西下景 他媽媽說的 所以我就一攔絕攔絕 我自己可以賺錢 我不要這樣的男孩子 所以後來直到 我遇到我的老公的時候 就是我很清楚的跟他講 我將來 就是結婚以後 我不到你們家住 你必須要到我們家住 可以的話 你再來跟我談戀愛 然後還有媽媽說 你必須要會講中文 因為那時候我跟我老公認識的時候 也36歲了 那我覺得 也該演戲什麼什麼 也都演過了 所以我想說停下腳步 真的跟這個男人過生活 那我媽媽所開出來的條件 他每一樣都是I do 他那個時候中文不是很好 你是要碰到這樣的人才行 對 就我很幸運 一般來講男生很少會說 因為跟對方結婚之後 要跑到對方家裡去住 尤其是韓國人 而且我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是在拍戲《君子蘭花》 我老公是帶著電腦 跟我媽媽講 他有多少股票 有多少房子 他有多少資產 然後他每個月的薪水是多少錢 他可以給我多少錢 對 他自己心甘情願的 還有我覺得最偉大的是 他在我們家裡有發冤權 因為什麼 他是等於 中文不好 因為不是 因為他等於說算是講 就是等於嫁到我們家來 其實等於說 他這樣很吃虧 對 因為我公婆都在美國 然後也不會講中文 所以他等於到我們家來 那當時我婆婆 他自己也是離過婚 帶著兩個小孩嫁給外國人 所以他懂得 單親家庭的那種媽媽的辛苦 所以他就說好 這個兒子給你 我還有一個小兒子 沒關係 因為他說佩儀很孝順 好貼心喔 我婆婆蠻好的 然後到我們家以後呢 媽媽 就是我老公都沒有發言權 因為他禮拜一到禮拜五賺錢 禮拜六 禮拜天回到我們家 我媽要吃紅燒的 他就好 紅燒 其實他喜歡吃日式的那種清淡一點的魚 可是我們都是以媽媽為主 包括我媽媽那個花台 我們家那個陽台上面 因為我們住12樓 那個花台我媽養的那些花都很重 那我老公說因為那個 怕那個架台太老舊 說乾脆換小一點的 我們去假日花式買 媽媽說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我老公就說這樣砸下去 萬一砸到路人 砸得怎麼樣很危險 我媽就說這是我的家 OK 我就會在中間調和說 好 媽媽的事情你就不要管 對 所以這個是條件先說好 你的還要克服 是啊 你的愛到太深的時候 再來踩煞車 所以不能結婚都很痛苦 對 這也是一個方便的事情 對不對 先講清楚 妳當時呢 不是 妳聽完佩儀姐的例子 妳還有臉在那裡 我正要走 來 我先輸了 佩儀跟雅妮換手 你聽完佩儀姐的 現在是我講 就是妳要跟 妳看妳要跟我媽住 妳也沒有 是我搬回來台灣跟你住 然後妳在家裡 也都是一張 當時有答應嗎 就是當時雖然是 當時沒有辦法 不管怎麼樣已經繼承事實 我在台灣跟她住了十幾年 你看佩儀姐家的例子 可是本來就是要這樣 妳讓我的工作在台灣 我不可能到南京去住很難驚 不是 我們就聽佩儀姐的例子 可是我老公也是工作不在 她每個禮拜回來 好 例子 那不一樣 不一樣嗎 我當初跟雲妮談戀愛的時候 這壓力是非常大 因為她獨生女 你看 對不對 為什麼壓力帶 我過年到她家裡面去拜年 到她親戚家裡面去 我一進門我就知道 啊 我不對了 完了 家裡面 什麼舅舅 舅媽 伯父 伯母 什麼表哥 堂景 通通在 有沒有 這一餐應該吃著不好吃這樣 坐下來沒多久 她的表姐什麼就把她吃開了 帶去逛街了 就把我一個留在家裡面 然後呢 就是所有長輩都坐在旁邊 開始問我了 那我們家雨妮 已經大學快畢業了 其實我們都把她安排好了 到那裡去教書 甚至於到哪一個電視台工作 我們都已經安排好了 現在跟你談戀愛的話 有可能跟你到台灣去 你可以給她什麼幸福 你現在工作是什麼 你每個月大概可以賺多少錢 真的 跟我媽問的一樣 對 就是一模一樣 但是那感覺就是 並不是 你感覺很不舒服 因為那麼多人坐在你身邊 對 真的 然後我就告訴她說 其實我是很真心誠意要 跟雨妮交往 但是那個氣氛真的非常不好 可是多虧我是獨生女 我是很有主見 我的意見不需要參考 我媽媽家裡的意見 我才會 那麼衝動 冒然地 做了決定跟你交往 所以你嫁得我是戲子 那就是你愛她 你嫁得很好 對不對 你相信她才會 我媽到現在都一直講 你嫁得好是蝦貓碰到死老鼠 誰是蝦貓 誰是死老鼠 對 因為我就是很有主見的那種 我當初跟她交往的時候 剛 我媽剛知道我跟她交往 我媽是非常的不同意 就說 她沒有說那麼絕 說斷絕母女關係 她就說 那我們就不要再講話了 然後我媽講完這句話之後 我就把我的東西收一收 搬去我同學家住 然後我就是 那時候就離家一個月 就是我都不回家 然後都去我同學家持住 然後是後來我媽 就到我同學家去找我 是我同學的爸爸 安慰她就說 哎呀 女兒 你就讓她去試試看 如果不好 她自己就回來了 那個時候 我媽才勉強同意 讓我跟她交往 所以才會有 後來她過年來拜年 我阿姨他們 逼問她條件這件事 因為我媽 我媽媽不好 就也不想正面跟她說 所以就拜託家裡的親戚 這樣問她 然後後來在交往的中間 我媽後來知道 一年半週我真的要接 我媽一直抱著那種想法就是 還有年輕二十歲嘛 玩一玩 玩個一兩年就回來了沒關係 可是沒想到 我真的一年半週就跟媽媽講說 我要結婚了 很好啊 對不對 要不是當初前天之母 你今天會 XX 很好什麼 我一個女兒養那麼大 就這樣想過嗎 你沒有想過嗎